你有没有想过眼睛作为人体最精密的器官 为什么会存在明显的结构上的缺陷呢 在人类亿万年的进化当中 为什么眼睛这么精密复杂的器官居然给装反了呢 生物进化怎么会出现这么不合理的结果 这到底是进化论的锅还是创造论的锅呢 1999年一位完全失明的女士来到了布莱塞诺斯学院 她是应邀来参加一个试验的 研究人员呢要求她进入一个房间 然后判断房间里的灯是打开的还是关上的 女士刚开始很抵触 她说你们别胡闹了 我从小就因为遗传病失明了 什么也看不到 但是研究人员坚持让她尝试一下 实验结果和你的猜想一样 这位女士的判断每一次都是对的 这让她自己感到十分的震惊 她说虽然她根本看不见灯 但是她的大脑的潜意识 却完美地探测到了光线的明暗 让她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这个实验是为了验证1999年才发现的 眼睛当中的第三种感光细胞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员罗素·福斯特 经过了十年的精心研究 发现了在眼睛当中 除了人们已经知道了一百多年的 视肝细胞和视锥细胞以外 还有一个第三种感光细胞 光敏视网膜神经结细胞 这种细胞只是用来探测亮度 并不参与视觉的形成 更有意思的是 它的功能完全独立 因此这位失明的女士 损失的是视肝细胞和视锥细胞 但是完好的光明细胞却依然发挥着作用 当福斯特公布自己的发现以后 却引起了科学界的一片哗然 没人能相信研究了百多年的眼睛 居然还有一种细胞类型被无视了 以至于当福斯特演讲的时候 有人站起来高喊 你这是胡扯 看即便是科学家 在遇到超出自己认知的事情的时候 他也一样接受不了 所以普通人遇到和自己想法不同的情况 一时难以接受也就很正常了 而下面的事情 可能恰恰就跟部分人的想法不一样了 在开始之前 请长按点赞按钮 观看炫酷的动态 同时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续的精彩内容了 眼睛的复杂组件 以及它和大脑的联系等等 怎么就那么凑巧的 同时进化到这样准确的程度呢 这可是连进化论的开山鼻祖 达尔文都挠头的事情 于是就有了一段广为流传的 反对进化论的人都熟悉的一段话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章 理论的难题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 这一节当中写道 像眼睛这样的器官 可以对不同的距离调教 接纳不同量的光线 并可以矫正球面和色彩的偏差 其结构的精巧简直无法模拟 假设它也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 那么我坦白的说 这似乎是极其荒谬的 这段话被反进化论的人 当作板上钉钉的证据 证明连达尔文自己都不把进化论当真 可是你也许会感到有些疑惑 一个科学家在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当中 明文反对自己最重要的学术理论 怎么可能 这哪里像是达尔文 简直就是达尔西啊 你的怀疑是对的 达尔文这段话只是开头 后面还有一大段话呢 首先就是一句 当第一次说太阳静止而地球转动的时候 人类的常识宣布这个学说是错误 这句话的意思明白着 就是达尔文说 不相信眼睛是进化来的 就跟不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 之后达尔文详细地论证了 为什么自然选择可以解释眼睛的进化 在这我就不读这一整道话了 有兴趣的朋友很容易就能找到原文 达尔文的这段话 可能是断章曲艺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 在上一期视频当中呢 我还看到有人评论说 达尔文晚年自己都退翻进化论文 其实相信这个事儿的人啊 如果有兴趣 捋一下自己的信息链 就是想一想 这句话是听谁说的 然后去问问他 又是听谁说的 最终一定能追溯到一位 名叫Lady Hope的修女 或者叫做霍普夫人 因为她就是这个谣言的源头 当然还有人说 进化的可能性很小 就像是把一个瑞士手表拆散了 扔到游泳池里 靠水流的力量冲来冲去 经过一亿万年之后 再组装出一个手表来 那这一点呢 咱们后面再探讨 那么为什么说 眼睛装反了呢 进化论 为什么进化的这么不够完美 咱们眼睛的视网膜 大致分三层 分别是包括 锥细胞和干细胞的感光层 双极细胞层和神经节细胞层 其中感光细胞负责 视觉信号的光电转换 双极细胞负责信号分类处理 而神经节细胞 就负责把信号给传输到大脑 来合成图像 当然咱们还有眼球前面的 可以进来光线的瞳孔和精状体 如果让您来设计眼睛的构造 你会怎么安排视网膜上的 这三层细胞的位置呢 即便是设计小白 也应该会想到 既然感光细胞是接受光学信号的 自然应该是在第一层 这样 精状体呈的像 就会首先落在感光层上 就跟照相机一样 镜头成的像 直接落到底片上 而神经节细胞 既然是负责给大脑传输信号的 那它自然就应该在最后面 最靠近大脑的地方 而实际上呢 咱们的眼睛却完全是反的 第一层居然是神经节细胞 第三层才是感光细胞 不但如此 视网膜上还覆盖着一层毛细血管 那这下好了 光线进来之后 要穿过血管 神经节细胞层 双级细胞层 才能到达感光细胞层 而这还不算完 感光细胞层的 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 它也是反的 它们头冲大脑定冲外 光线还得再穿过 它们的细胞核 才能真正的到达 能感应光线的地方 那装反就装反呗 有什么问题吗 在装反 它会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因为第一层的视神经 它要到大脑里去 所以就得在 视网膜上打个洞 穿过去 视网膜的这一块区域 就没有办法成像了 这就是咱们眼睛的盲点 第二 视网膜表面的毛细血管 它可能会出血 这个就是眼底出血 但第三个才是最要命的 就是视网膜固定的 太不牢靠了 它跟眼球壁之间 只有靠感光细胞 顶部 跟色素细胞层的接触来固定 因此非常容易脱落 比如脑袋挨了一劲闷棍 可能就会导致视网膜脱落 不光是人类啊 所有的脊椎动物的眼睛 都是反的 你说眼睛这种莫名其妙的设计 这场创造论怎么说呢 说人类是来自外星球的物种 那你怎么在外星球上 长出了一双和地球上 所有脊椎动物一样的倒装眼呢 要是说是外星人在地球上造出来的 其他动物也是一起造出来的 那外星人就有点太偏心了 他们干嘛给章鱼 造了一双正着的眼睛呢 章鱼的眼睛同样复杂精良 可以在几乎黑暗的深海当中 发现猎物 它的眼睛和人类的眼睛很相像 同样有瞳孔 筋状体 视网膜 但关键的是 章鱼的眼睛 它的视网膜是正着装配起来的 完全符合设计思路啊 光线进入之后 第一层就是感光细胞 之后才是神经结细胞 什么盲点 眼底出血 视网膜脱落 对章鱼来说 根本都不存在的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二者不同的进化路径 那么哪一个更好呢 这个也没有绝对的好坏 因为经过亿万年的进化 人类的眼睛 已经做了很多的优化 来保证满足势力的要求 比如用于清晰成像的黄斑 比如用于事后图像处理的大脑 就像有的手机啊 就算它的镜头差一点 但是CPU和图像处理的算法很强悍 拍出来的照片一样效果很好 眼睛进化和构造的细节 咱们就不啰嗦了 其实从盗装的眼睛上 恰恰说明了进化的一个普遍规律 那就是任何新的器官或者说结构 它不会是凭空出现的 它都是建立在原有的旧的器官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比如人的手指头 并不是说有一天 人类突然觉得需要手指头了 于是就出现了手 而是从鱼开始 就有了植骨演化的过程 在原先结构的基础上 一步一步的演化成了现在的植骨 2020年的最新研究显示 希望源的凶骑当中就发现了两根到五根的植骨 这和现在所有的四族动物 包括人类的植骨都是同源的 眼睛也是一样 并不是说人类需要眼睛了 于是就马上出现了一个完美的眼睛 正如达尔文说的 把动物各种各样的眼睛 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到一起 就能推导出眼睛是如何一步一步进化来的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至于眼睛的最初起源 2004年10月28日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科学家 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表明 人眼起源于大脑当中的光明细胞 只有在进化后期 这种脑细胞才会重新定位到眼睛当中 并获得赋予视力的能力 最简单的眼睛你可能见过 但是估计可能没有注意到 当你在准备烧烤扇背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扇背 他在用200多个眼睛 阴得你看 至于往游泳池扔手表零件这种说法 来说明精巧的眼睛不可能是进化而来的 还真有科学家做过测算 1994年 两位瑞典生物学家 尼尔森和佩尔格 设设计了一个计算机模型 用来测算 从最简单的眼点 进化出眼睛 需要多长时间 结果是在最保守的估计下 只需要35万代 对于低等动物来说 就算一年一代 只需要35万年 这在地球吃命进化的历程当中 简直就是一瞬年 达尔文的怀疑者 在攻击进化论的时候 眼睛往往是他们关注的一个主要对象 但是现在情况似乎就有些尴尬了 结构如此精妙的器官 简直不大可能是进化来的 那一定是被设计创造出来的 但是设计创造 怎么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设计失误呢 只能在后期通过打补钉优化来解决呢 怎么会出现两种版本的眼睛呢 一种是正的 一种是反的 难道是为了做AB测试吗 对此你是怎么看呢 人类还有哪些器官 看起来像是设计出来的呢 欢迎留言探讨 好 今天就聊到这 我是Axton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多按一会点赞按钮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精彩的内容了